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我是吴雨淑 今年初大陆祭出对台31项优惠措施之后 各地方政府也接棒陆续推出相关措施 除了照顾台商、台青之外 也没忘记台湾的农民 在北京近郊有台商种植有机蔬菜 打造开心农场 除了把台湾精致农业复制搬到青城 也能享受跟大陆农民一样的优惠待遇 现在跟发展出生态教学 让家长、老师可以带着小朋友 踩泥土体会田野生活 秋高气爽的北京近郊六环外 每到假日就充满浓浓的孩子气 小朋友好 各位小朋友好 小朋友每个人踩一根豆角好吗 这些三五岁的孩子什么都新鲜 老师带他们来体验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 踩在泥土走进田园里 还得与虫共舞 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 这是菜虫 好可爱对不对 好 这里欢迎虫虫光临 让孩子亲近大自然感受生态教育 甚至能打造自己的开心农场 小孙的颜色 若若你的苗呢 我们想让孩子们更多体验一下 这种原生态的一种活动 让孩子们更多体验一下 收获的喜悦 刚开始踩下来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虾头去吧 不能太短 这里采取御驾娱乐 让小朋友透过游戏实物操作 再搭配讲解潜移默化 了解盘中孙 丽丽艰辛苦 对了 这很臭面宝贝 太臭面了 酸豆角 酸豆角 你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变黄肉就可以吃了 你先吃 我想吃奥巴 我还有妈妈 好棒啊 你的伤手应好美啊 像孩子王一样 跟小朋友打成一片 54岁的钟雪玲 是这片浓妆的主人 在台湾开袜子工厂结束后 2010年和丈夫跑来北京转行当萌夫 你就把彩虹的紫色彩下来 这一串也可以 钟雪玲夫妻登陆 一切从零开始 放下以前董娘身份 现在得玩起袖子 天天和员工一起下田 从她开花 然后结果 然后到慢慢慢慢地 转变到一个紫红色的 那种成就感是很难充 就像自己的孩子 这样看着她成熟长大 钟雪玲就像保姆 细心照料 她采取生态有机农法 在农庄里更奉行 重见天日 我觉得虫比人聪明 因为如果说她有农药 她不吃了 所以她这里很安全 所以她吃得很开心 所以虫 其实你不用去害怕她 她吃得比我们健康 杂草跟玉米结感 变成在悬到地里去 它就增加地里的有机质 结合大自然 让废物回收再利用 钟雪玲懂得回馈大地 就连肥料水温 也得分毫不差 水温跟地面的温度 要差不多相近 在四度左右 所以说下午四点是最好 嗨 金金 嗨 金金 这是玉米笋 再小白菜 钟雪玲锁定小众市场 农庄周遭几公里 亲自快递送菜上门 也懂得拌甘情 传授私房技巧 最好再泡一下水 因为烤水分要更多 是有机的菜 然后对身体好 靠着口耳相传 婆婆妈妈成了老主顾 钟雪玲在北京当农夫 练兵打底八年 推广有机生态菜 打响名号 让不少民众慕名 走进大自然 大陆寄出31项对台的优惠措施 特别是台资农业 也能和大陆农民有一样的福利 预料会吸引更多人 登陆享受着农业的果实 台商在北京从事农业 也享受跟大陆农民 一样的优惠政策 决意来讲像是棚上的棉被 每三年更换补助一次 而地上的地膜 则是每回收10公斤旧的 更换新的一半 大大照顾台湾农民 钟雪玲的庄园 就受到当地政府照顾 规模逐渐扩大 也成了产学合作区 随着健康意识推展 大陆蔬菜总产量逐年攀升 去年达到7.8亿顿 游几蔬菜比例仅占6% 对钟雪玲来说 是个朝气烹火的市场 在北京种菜 其实跟在哪里种菜都一样 只是一个姻缘来到北京 我觉得地方政府 对这补贴力度也不错 所以说留下来 其实是一个蛮有希望的 上菜咯 大陆健康意识抬头 加上越来越多的优惠措施 台湾精致农业登陆 也能开创一片蓝海 可下来越多的优惠海 下来越多的优惠虎 后来越来越多优惠海 在越多越岁数 海外风格都会飨 感谢观看